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來跟大家去分享的一個叫做 X-Mini Liberty真無線藍牙耳機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副的迷你藍牙耳機 一個看起來超酷炫的充電盒 一本中文說明書跟一本英文說明書 盒子裡還有一條Micro USB的線 還有兩組不同的耳塞 一組是比較深入耳道的耳塞 一種是比較短的 如果你覺得會有侵入感 你可以提換到比較短的耳塞 OK,盒子裡面就這些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探看看到底 值不值得購買耶 因為我幾個小時我發現這個X-Mini Liberty 藍牙無線耳機其實底噪還是有 你還是聽得出來 如果你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裡面 但是對藍牙耳機而言 這樣算是表現得還不錯 這個藍牙耳機的外型 其實左邊右邊是完全一模一樣耶 所以一個優勢就是 它放到盒子裡 你只要放進去你就可以充電 你根本不需要管左邊右邊是哪一個 要放哪個位置 那這個充電盒上面是用Micro USB 所以蠻可惜的 如果用Type-C會更加方便 對耳機充電的時候 它裡面會有一個小小藍色指示燈 告訴你現在還有幾格的電量 那耳機上面的控制按鈕 其實觸發壓力剛剛好 不會用力道壓下去 或者是很輕很容易碰到 這款藍牙耳機的配對速度 其實算非常非常的快 你只要從盒子打開拿出來 5秒鐘之內 它就可以配對到你的藍牙裝置 這耳機的聲音聽起來其實還可以 它的聲音曲線差不多長這樣 這裡是重低音 這裡是超高音 重低音其實是沒有的 阿低音 中音 高音 然後超高音 也沒有 所以就是差不多長這樣 就是 還算可以接受 這個耳機如果拿來看影片的話 其實還不錯 非常方便 那如果你拿來聽音樂的話 差不多在1000Hz左右 那是最棒的音頻 那超低音跟超高音 其實表現的不是非常好 可能因為這個藍牙耳機只有支援SBC 沒有支援AAC 所以聲音品質也有點局限 非常可惜 那這個X-Mini Liberty 藍牙耳機 配戴起來其實 還算蠻OK的 就是跟入耳式耳機差不多 也沒有太重的問題 也不會輕易掉落 那我給這個耳機一個稱號叫做 追劇看影片耳機 如果你要聽音樂的話 我覺得2000塊以這個價位 你可以選擇到更好的耳機 OK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 X-Mini Liberty 藍牙無線耳機的開箱跟測試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朋友可以看更多的開箱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